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您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而就在这个基辅35个小时的消息 就在这个今天台北时间的下午1点钟 已经结束了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乌克兰很多的这些城市 都遭到一些猛烈的轰炸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吉辅市区一栋建筑遭遇空袭 过光浓烟冲天 不到30秒后 画面右边又发生另一次爆炸 警报声响彻全程 小近35小时之间 乌克兰首都基辅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空中打击 还有俄军 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展开的全面总攻 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 试图扑灭起火的建筑 就算没被命中的地方 民宅玻璃也全被震碎 还有来不及逃脱的民众 直接被炸死在车内 南部被包围的城市马里乌波尔 情势更加严峻 一个又一个伤者被送往医院 但很多人早已回天法术 一整排出生儿同声哭喊 因为除了医院外 妈妈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更安全的地方 可以安置他们 最小的罹难者 连期待都还在肚子上 身处现场的美联社记者行中 马里乌波尔几乎每分钟都在发生爆炸 就连想埋葬死者都要跟时间赛跑 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 学校被炸成了废墟 家长跟老师合力 在怒火中重整校园 看着眼前的一切 乌克兰人指控 俄罗斯总统普钦 已经犯下战争罪 TV新闻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好 我们就持续来关注 这个战争的最新动态 先来欢迎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退役中将帅化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际战略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徽文 大家平安 好 立刻来看一下 现在这一场战争 看起来没有结束的一个迹象 那反倒是是不是战情又更升温了 已经升高到这个美俄的对立了吗 已经不再是一个俄乌的战争了 美国的角色越来越加鲜明了 我们先来看看 昨天这个泽伦斯基 他在美国的国会发表了演说 那他当然是持续的呼吁说 需要更多的帮助 一击化射进航区 他甚至还提起了珍珠港事件 他说让美国的天空变得漆黑 911事件是邪恶想 让美国领土变成战场 而现在乌克兰 每天每天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 还对拜登喊话说 你是伟大的国家领袖 我希望你成为世界的领袖 同样也是和平的领袖 那么请帮助我们乌克兰设立禁航区 但是最后拜登没有同意这件事情 那其实他这样不断不断 这样子拿着这些事情来比喻 就让大家想到 这个2月3月14号 就是这个星期一的时候 他当时也是合成了这个巴黎 就是被轰炸的这个影片 也是要来警告巴黎 警告法国说 其实如果你不帮我们 下一个就是你 乌克兰的下一个就是你 那同样讲珍珠港 讲911是不是也告诉美国 你再不帮忙 下一个也就是你呢 所以当然美国现在 无可避免的 他其实角色 已经现在是浮现到了 台面上头了 昨天拜登也第一次 用这个战争罪来控诉俄罗斯 他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来说 普京式战犯 那此话一出也让这个俄罗斯 非常的神奇 立刻就反击说 没有办法接受这种 不可饶恕的言语 甚至有非常多的一个批评 就是攻击这个拜登 所以看起来这个美俄这个对立的态势 跟火药味是越来越浓厚的 但是其实在这个拜登讲说 普京式战犯之前 本来克里姆林宫 在昨天的晚间 台北时间的晚间 其实有讲 他说尽管遭受到现在非常多的制裁 但是普京仍然希望 可以恢复跟拜登通话 也就是说普京已经是喊出来 是不是拜登跟我 你们我们两个就已经开始 可以针对这一场战争 是不是要画下据点来做一个通话 但是没想到 这个白宫这边的回应是说 你是战犯 所以恐怕现在要谈话的机会 又变得非常的渺茫 那我们紧接着看 现在这个俄罗斯这边也在讲 他说其实我们俄军并没有 要占领乌克兰的计划 但是现在基辅这个清纳粹的政权 有可能会在未来 会得到针对俄罗斯来攻击的武器 也就是说他觉得 这个美国恐怕会提供给 这些所谓的纳粹 一些核武器来攻击俄罗斯 所以现在看起来 恐怕谈判会更加破局 要对谈的这可能性会更加渺茫吗 因为其实本来在3月16号 也就是昨天的时间 其实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 已经有跟俄罗斯对等的官员 已经通上话了 但是显然这双方的 这个算是元首 双方元首 这个普京跟拜登 现在这一方的交锋之后 恐怕这个美俄的冲突 只会加温 并不会再坐上台面来 再继续来谈判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乌克兰这边 切尔尼哥夫 昨天有传出这个非常 让人家心痛的画面 13个平民要去买面包的时候 没想到竟然就被这样的恶军 可能是飞弹这样子波及到 所以后来画面上面 我们做了一些处理 就13位平民 他们只是想要去买个面包 但是最后都丧了命 另外就是 马力波收容难民的戏院 我们也有一段画面 其实原本这个戏院 是大家难民都会躲在这个地方 算是一个避难场所 但没想到昨天也是被攻击 画面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被炮弹攻击之后 里头有非常多的这个难民 他们恐怕又没有办法 继续牺牲在这个地方 是得要赶紧逃出去 所以现在恐怕连这个安全的牺牲之所都没有 现在的马力波人家形容 就我看CNN的标题说 简直就像是地狱一般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在基辅下方的这个文尼茶这个城市 也成为一个新的攻击目标 连电视塔也是不断被炸 最近我们都可以看到 非常多俄罗斯的攻击 都是朝向乌西这个地方的电视塔来做攻击 恐怕也是要阻断他们的一些讯息的流通 但是在这个乌南的地方 俄军倒是有跟这个乌克兰军有一个交换 就是他们前一阵子 梅利托波尔的市长是被俘虏了 所以他们是用战犯来换回了这个市长 所以现在看起来战情越来越胶着 也越来越有这个美国参与的一个迹象 这紧接着我们来请教一下帅将军 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今天来到了这第二十二天 第二十二天的最新战情 我们应该要怎么看 跟两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任何国家打战 它一定有它的节拍 Temper跟Ratio 那就是说我作战的方式 是快 是慢 是猛 还是比较人道 所以我们看出来前面几天 这些部队都已经被围困 但是打法还是各有不同 马利波 哈尔克夫 凡是你这个亚述营的地盘 我下手就很重 对 第二个问题现在就问题焦点 现在集中在GIP 那根据德国电台的估计 说俄军在这边 大概有五比一的优势 那五比一的优势 就符合围城的条件 中国的兵法很早就讲了 倍而攻之 你要五倍了才取之 所以这个 那是不是真的到五比一 我们要还要需要查证 我们军人看战场 不是看你双方那个打嘴炮的那种战争 你是战犯 我是战犯 那个没什么太大意义 现在我们要查的就是说 十二万的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虽然是你看的红色地区是 俄罗斯的部队已经包围了 但是牵面没有 有没有像这边 陶逸跟增援的问题 那乌西原来的部队 是不是进驻了多少 再加上基普的民兵团 我们看总兵力 苏联出兵二十万人 乌克兰有二十二万人 当然你的人的军队的数字 比不上而过 装备也比不上 但是在这边 可以一对一的打 这边因为乌西的 是讲乌克兰语的 信的是天主教的 而且对俄国 俄罗斯是比较仇奋的 所以你打到他家园的时候 他这个民兵 是不是会增加 所以这个就抵消你苏联 苏联现在缺点是什么 贝多兵散 每个地方都要留部队 他要维护 这个运捕的补给线的安全 所以补给线拖长了 每个城镇又要守 那这边被打败的乌克兰军队 是不是还在这边进行游击战呢 不知道 我们到现在没有看到 整体的番号 被切灭的番号 跟杀伤的数量 没有看到一个媒体 有一个的确的报道 所以我们就很难研判 基辅的保卫战能不能成功 但是很明显的 从波兰大量的反装甲武器去了 赤针飞弹去了 这种两种武器的性质 就是要你打纯正作战 纯正作战这里面有个怪现象 基辅的水电到现在没有断掉 对乌西的铁路也没有断掉 那到底什么原因 你围城来讲围城的条件是 先围再困 让你又饿又穷 没有弹药没有粮食 没有饮水没有电 就像马力波这边的围法 他现在没有用这个手段 是不是跟这个 对内侍这些手法一样 希望你基辅的老不信往外走 我会让你一条通路 所以战事发展到这里 我想轮车司机已经感觉到了 最后阶段 任世锡现在做了什么手法 就跟以前 申包序哭泣蜻蜓 跑到那里哭了七天积夜 血泪并流 才叫到援兵 他现在一看 我跟拜登讲没有用 拜登下面有军事顾问 有国安团队 他不可能答应你 我出兵什么东西 他去找议会 议员对军事没有什么常识 而且比较喜欢用 耸动的语言 我们要支援乌克兰 让他们造成对白宫的压力 你看他为什么选 英国伦敦的议会 对 英国伦敦议会我去过很小 那天他做了三排四排做得慢 他用的是什么 丘吉尔最感人的演讲 又是让英国议会 去压迫英国的政府 都是一样 他为什么到处找议会 还有加拿大的议会 对 因为你找我国防部的话 我不会回应你什么话 我要算算我自己的厉害得失 那个议员台湾的一样 怎么样手中就怎么样呼应 所以你看伦敦司机 我是感觉到他已经感觉快 到最后阶段 这个时候 这个城镇作战 我们到底要看 他的乌锡的精锐部队 有多少进去 民兵有多少进去 那美国现在 你像刚刚讲 普丁要找拜登谈 拜登才不跟你谈了 我要烧这把火 这个火还不能吸 炉子里面柴火不够 我还添柴火 添柴火什么 添武器进去 那你现在 普丁我们两个面对面 总要胎排吧 你要不要干 要干我们就怎么干 那就很难回答 是 所以我判断 拜登不会答应这个会 所以下层的官员 你们去获吧 对 所以你再看 这边释出来的消息 又有一点软 对不对 那俄国的五个条件 第一阶段 这边还有 留个尾巴没有切断 对 这边是不是全部全签 没有 没有一个答案 是 那他的总兵力 20万人到这边 够不够成 文成的五倍数 战力五倍数 不一定是人员数 是 战力的五倍数 还有 这个城市 能不能容许 你用大量的轰炸机 大量的导弹 去攻击 对 那个是文化古城 这个打了会 会招惹很多国家的谴责 所以这个问题 还在看谈判桌 谈判桌是 看这个形式 所以 任何谈判桌上的筹码 都是战果 对 你的部队能打到 什么样程度 能逼到我什么程度 通常围城我讲 最厉害的是恶 再厉害的部队 恶你一个礼拜 你就差不多 对 所以这个又变成 人道不人道的手法 是 那当然说 所以你能够 老百姓你能够出去 尽量出去 火车公路让你尽量走 剩下的 对不起 我就瞎杀手 就前面阶段的手法 是一样的 好 我们谢谢将军 帮我们的分析 紧接着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赖教授 因为现在大家看起来 感觉上面 俄国也想听 乌克兰也想听 难道美国不想听吗 怎么会在这第二十二天的时候 突然的喊说 你是战犯 然后还有甚至还要给予 好像有 我看CNN有报道 有计划 好像要给予一些 无人机的一些协助 当然是比较小型的无人机 所以美国希望这场战是继续吗 这场战争要停止 我们已经多次的说 真的很简单 因为我们先问一下 普丁当初的诉求是什么 他的诉求很明白 就是美国跟俄国签一个安全保障协定 因为当时他把重兵部署在乌克兰的周围的时候 而且他已经是不是阴谋 是阳谋 告诉美国人说 我这个重兵的步伐 就是我会打乌克兰的布阵的方式 然后把所有的情报也都让美国完全能掌握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他自己也承认 他长友普丁可以攻打 或是会攻打乌克兰的所有的情知 所以他跟王毅他们在会谈的时候 布林肯不是说我把情报资料交给王毅吗 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是告诉美国人说 我是真的会打 我也有能力打 我也有意志打 但是我现在不想打是因为我要跟你签安全保障协定 是 那美国就不愿意 所以重点是在于 如果美国跟俄国签了安全保障协定 北约跟俄国签了安全保障协定 就是互相保证对方的安全 这样的情形下 这个战争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美国为什么不签 为什么不谈 北约为什么不签 不谈 那态度很简单 也就是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希望继续压迫俄罗斯的安全 所以他不会停止 让北约继续东扩 因为北约已经五次东扩了 然后所以要东扩到乌克兰 甚至到白俄罗斯 到格鲁吉亚 把俄国围得紧紧的 甚至中亚的地区有可能也要进去 等等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 其实他知道 如果今天把这个仗再回过头来找源头的时候 那就是美国跟俄国就直接谈就可以了 所以普丁要跟拜登对话 也就是在谈 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 那一旦解决了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但是为什么美国不肯不愿意 美国不肯不愿意 那就是因为美国认为这场战争已经发生了 那悲剧已经发生了 而这场战争如果一直打下去的话 会拖垮 削弱俄罗斯的综合的力量 那但是问题就在于 那损失的人是乌克兰人 因为战场不在俄罗斯 战场是在乌克兰 这个情况就跟 在911之后 美国不是去攻打阿富汗吗 那战场是在阿富汗 可是由于20年的战争 把美国人拖垮了 所以美国人为什么最后仓皇的撤军 就是因为他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而美国的国力也就因为这样而拖垮 好 我个人的推断是 现在美国打算再打一场坚持 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了 这个整个战事的态势很明白了 那也就是 不管你责任司机怎么去鼓动 怎么去动员 然后我就是坚持不肯除兵 所以禁航区绝对不化 兵绝对不出 但是我武器弹药一直给你 武器弹药一直给你 意思也就是让你一直去打下去 可是大家明明白白的知道 这场战争最后绝对不是乌克兰胜利 因为战场一直在乌克兰打 所以一定平民百姓跟军人 是不停的死亡 但是他也会耗损俄罗斯的军人 也会耗损俄罗斯的财政能力 跟军事的武器装备 因为这些武器装备都不断的在耗损中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情形下 对美国来讲 在整体上来说是有利的 可是在人道主义来讲是不利的 因此他一定会在宣传上 抹盖这个部分里面 让大家没有感觉到 他违反了人道主义的精神 对 其实在这场战争当中 当然普钦是侵略者 是无庸置疑 只是说为什么最后 就是看到很多人民 就像刚刚赖老师讲的 都是人民 可能我真的原本也不乐见这场战争 很多人民可能原本是组合派的 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家园受损的时候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 很多人竟然从波兰又再返回了乌克兰 要去打这个战争 所以真的 真的为什么不赶紧让这场战争结束 为什么美国要这个样子呢 我们来问一下慧伦哥 翟轩做这结论 就说普丁是个侵略者 那我请翟轩想 那如果普丁不发动这个战争 刚刚赖老师提到的 俄乌的矛盾能够解决 也很难 战争当然是大家都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个战火死很多人这样子 当然大家都谴责 那如果普丁说那我不开战 我俄罗斯的军队就停在我的边境内 我都不打乌克兰 就任凭乌克兰 去迫害 刚刚率将军分析的 在乌东的那两个共和国的 讲俄罗斯的人 然后一直被迫害 然后普丁在旁边看这样 跟他讲一样语言的人被迫害 他当俄罗斯的老大 他什么都不做这样子 这样合理 这个是白宫的记者会 这个新闻很奇怪 因为你看到拜登开完之后 他是跟其他的人聊天之后 他就往这边走了 他就出去了 可是有记者叫他 他又跑回来 所以拜登又绕回来 然后是记者问拜登打 所以我是有点怀疑在做球 你看拜登讲完之后就走了 他就回应说他是战犯就走了 你看拜登的手势 我给大家看美联社拍的图 宅宣你看拍的这么好的图 那由下往上拍 你是传后的你等他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媒体 立刻去讨论说 他讲说他是一个战犯 就说拜登对普丁的战犯 因为这个指控是非常的严重的 他战犯那就是战争罪 国际法庭就要调查 那这样的话普丁这样 所以我想请问大家 对这些国家而言 阿富汗 利比亚 伊拉克 叶门 库德祖 叙利亚 巴勒斯坦 美国你有什么资格 讲别人是战犯 我们看看去年 这今天讲话是战犯 去年拜登讲什么 他说普丁是筷子手 去年说因为不是有一个 俄罗斯的反对派领袖被毒杀 就是说他是筷子手 然后你看普丁回 他说我祝拜登身体健康 人家的幽默是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拜登还讲说 介入2020大选 俄罗斯必须付出代价 去年讲的 这从希拉蕾讲到现在 什么代价 你不是说要付出代价吗 什么代价 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拜登说 拜登去年讲到台湾 他自己决定 然后后来又反悔 拜登跟贺锦丽讲的话 大家听听就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往后马上回来